黄蛆毒素极少量就能致命 食物发霉受潮不要碰,吃到黄蛆毒素怎么办? 黄蛆毒素是以黄蛆黴菌及寄生蛆黴,这两种为主要的黴菌所产生的二级代谢物 被国际癌症研究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 黄蛆毒素的耐热程度相当高,需要在260度以上的高温烹煮才有办法被消灭 若污时大量的黄蛆毒素会出现呕吐、腹痛、肺水肿、痉磷、昏迷、肾衰竭、肝衰竭、肝衰竭、脑水肿等症状 严重者恐导致生命上的危险,不可不慎 黄蛆毒素也具有累积性,长期食用被黄蛆毒素污染的食物 诱发慢性病上升,如肝癌、食道癌、大肠癌或是细胞受损的问题 如何预防黄蛆毒素 1. 不仅仅止花生才有 购买白米、糙米、五谷杂粮、坚果类产品时 尽量选择小包装,趁新鲜食用完毕,避免毒素产生 未食用完毕时,以密封罐保存并放入冷藏室 食材采先进先出的观念 若发现食物发霉,过期,应立即丢弃 2. 注意农作物的收成、运输、收藏在低温干燥环境 避免黄蛆毒素的发生 3. 购买新鲜的米、豆、麦、五谷杂粮及其制品 并从外观察是否长霉 包装若有破损或色泽改变,不可购买 4. 打开后,最好以干燥密封罐注存在低温 如冰箱、干燥处,并在有效期限内吃完 5. 食品发霉后,切记 不要可惜,不能把霉发霉的部分吃掉 虽然外观一切正常 但其实菌丝,早已在食物内生长了 若误食轻者、恶心、呕吐、重者休克甚至造成死亡 知道黄蛆毒素怎么办? 极少量就能致命 长期或大量摄取含黄蛆毒素污染的食品 不仅导致中毒及急性肝发炎 恐怕出现上吐下泻、头痛等并发症状 若当急性并发症发生时 应立即就医 多数情况可透过支持性疗法 打点滴补充营养、体液及退烧等 中毒现象即可获得缓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